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睡在前 我们只是这睡眠当中的一刹那的风烟 我们年轻时候的新鲜哪儿去了 我们年轻时候的甘美哪儿去了 我们年轻时候的光华哪儿去了 我们年轻时候的欢爱哪儿去了 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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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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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是我 黄川副 不宜 你怎么来了 我来给你送东西来了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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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 我知道是鸡蛋 我是说 你拿这个来干什么呀 给你打牙剂啊 都是伤的 把它收收啊 我抓紧收啊 你赶紧拿回去吧 你 快拿回去 你怎么了 闹情绪了 没有啊 我刚才 不是都听见了吗 刚才 我是在念郭沫若的诗 郭沫若的 《凤凰涅槃》 我很喜欢 你是不是想念 战地服务团的生活了 在教育大队不适应 有点儿 我听说 武团长又要调回前线去了 我想把这本书送给他留个纪念 哎 对了 我也送你 也是关过我写的 不不不 这些书还是你留着更有用 那你早点休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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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畅副 你帮我把这个 交给武团长吧 这 你自己送给他 不是够好吗 你帮我转交吧 省得我再跑一趟 那我先走了 快 那你回去吧 郎伯忠帅 校园 射队在这儿 里头 受ポッ 速踩 口里 射队 快走 吴杨龙同志呢 办法副程伟 走了 走了 他什么时候走的 大约在半个小时之前 是闻先生啊 好久不见了 你怎么回来的了 方小姐在家吧 出什么事了 林嫂啊 谁来了 妈 妈 是闻先生来了 方太太 您好啊 闻先生啊 是闻先生啊 好久不见你来 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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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坐 李嫂啊 你上楼去看看 小姐的房子是怎么回事 好好好 来来来 你们坐 你们坐 好 来来来 走 这一年去哪儿呢 我跟一些朋友去做了一点小生意 你会做生意的 时局所迫嘛 芮华 方小姐在家吗 妈 您好啊 月白 你怎么来了 介绍一下 这位是盛紫玉小姐 是盛新泰先生的孙女 刚刚从泰国回来的 盛新泰先生的孙女 都长这么大了 来来来来来 盛小姐 来 坐坐坐 请坐请坐 你是盛先生的第几房孙女啊 我父亲是盛国旗 她现在已经去世了 长房 方太太跟他们家也很熟啊 我们啊 跟他们家三叔常来往 上海的橡胶大王嘛 对对对 李嫂啊 李嫂 来 快点 今天啊来贵客了 赶快出去买点点心 好 晓得了 盛小姐啊 盛小姐啊 你有男朋友了吧 盛小姐这次回来 就是来看望她公婆的 她男朋友啊 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 姓马 叫马敬平 现在可是做大生意了 我们就是借着她的一点关系 在他们的手底下 发一点点小财 先生 没关系 我是瑞华的老师啊 他们家我是经常拜访的 都是自己人没有关系的 都是自己人 盛小姐啊 麻烦你也劝劝我们瑞华 我们瑞华这两天啊 正跟我们闹别扭呢 瑞华 你看人家盛小姐 一看就知道是个大家闺秀 看上去年纪比你小 可比你懂事多了啊 盛小姐 你的婚姻是父母决定的吧 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是我帮她介绍的 她的父母一看就说好 文先生啊 那我真是要拜托你 劝劝我们瑞华哦 方太太 那么你是找对人了呀 你笑出声来了 这半个月都没有笑过 是吗 哦 妈 邱太太不是找你去打牌吗 你快去吧 我呀 要和王老师好好地谈一谈 小次老友 算是说了一句孝顺的话 这一多月我为了看着她 哪儿都没敢去啊 今天我就把她交给你们了啊 放心吧 方太太 你们啊就在这儿吃饭 方先生啊一会儿就回来了 好 我们等着你啊 快去吧 再见哈 多赢点钱啊方太太 你们怎么会来啊 你姐姐让我们来的 我姐姐 嗯 你们跟她在一起啊 我身份暴露 所以就参加了晚南新四军战地服务团 瑞云和瑞星都跟我们在一块呢 嗯 你们是来接我的吧 我们这次来就是专门来发展新四军的 可是我去了能干什么呢 做你的本专业跳舞 看见她了吗 学声乐的唱抗战歌曲 为战士们演出 还跟着我一起演戏来 真是太好了 这样的话我就能为革命多做一点事情了 所以嘛 你姐姐再三叮嘱我 说让我带你脱离开这个家庭 不能白白地浪费青春 要为祖国为民族做一点贡献 这个我也是知道的 但是 我明天就要结婚了 你不是不愿意吗 要不 你们给我想想办法吧 那要看你有没有决心了 知道了 知道了 当然了 原来他就是你的初恋情人哪 好 那 你为什么要做情人呢 生命成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靠 你知不知道你刚刚在他非家的时候 简直就是判若两人 特别像那个拆白党 思雨 我在上海干了这么多年的地下工作 三教九流我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那个 让我来出道计划你想好了吗 好了 就老叉叉实实地走吧 放心 都怪你 非得给我定一今天的票 到香港的团票只有今天这一班 要不然我明天就可以看到 瑞华出逃的情景了 他多刺激啊 你以为这是做游戏啊 这是要负责任的 子余 再说了 你有重任在身 要是出什么差事 我怎么向上老交代 你就放心走吧 等你回来了 我详详细细地给你描述 肯定精彩 好 那我走了 走吧 再见 子余啊 千答万答 完成任务是第一条 最重要的是 马团长等着你回来 你别讨厌啊 走了 走 爱情 像火一样地卷起来了 那么就让自己在二火中燃烧吧 你自己也将奇迹般地变成 美丽而明亮的火灵 美丽而明亮的火灵 好 走 走 你好方太太 对对对 约白 我是文约白 啊 瑞华小姐的情绪还好啊 哦 我再跟她叮嘱两句好吧 你等一下啊 文老师的电话 瑞华 快下来 文老师的电话 哎 来了 喂 啊 好 我知道了 嗯 好的 再见 哎呀 瑞华 你怎么把电话给挂了 我还要谢谢文老师呢 哎呀 不用谢她了 妈妈 我睡觉去了 明天还要早起呢 乖乖嘎嘎嘎嘎嘎嘎 真是叫人难以相信啊 你有这个本事不了 我满大 你们出来啊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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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 不用谢夫人谢 不用谢 不用谢 我有点感谢了 谢谢你们谢谢 这是де话不客气了 奶奶模特儿 来来来 好惜 ater 我去看看女儿 jugring 来来来 了 老委 妈 真漂亮 以后 你要多照顾自己的身体 你也真是的 我养你这么大 还第一次听到你说这么孝顺的话 妈 人家要走了吗 希望你能够好好的 谁能关哪 不要关他了 看见他也讨厌 你看你 都要跟人家结婚了 结婚以后啊 你这脾气好好改一改 方太太 方小姐 考头铺里主教请你过去一下 我知道了 妈 那我走了 这个武德庆啊 你把口红都摸摸着妈妈脸上来 我还是要不要只要我 你老板 你老板 我也是 那我说你老板 是你老板 我老板 你怎么想혼好 我老板 你老板 我来救我 你老板 你老板 我可以了 太寒了 我们终于成功了 上完五奏 现在还不敢说成功了 七三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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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火有什么用 你找我的脸往哪放 往哪放啊 我们放将来 你从来没出过这样的事情 你这回机会怎么做的呀 他昨天不是满开心满开心 满开心什么东西啊 我强强就不对头 不对头你也没有说什么呀 我就你看熬他的 你你再来得去啦 你去搓麻将来 那我一个月都憋在家里 我憋到憋死了 你一个月都闭下来了 最后他就闭不住了吗 我怪不得 怪不得我昨天闲 我手气怎么这么好 原来财神爷是来学学我的 还有那个文先生 他也不是个东西啊 还说什么是 是你心态的孙女 喂 我要警察局 农祖三啦 不要打电话给警察局 你要把这件事情都把 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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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局 我的委通公司和方觉成 我要找孙局长 来 进来 您找我 嗯 找我啊 来 坐 啊 上海办事处来电报了 你看一下 哎 月白 工作进展不错 盛子玉也到了泰国了 哎 怎么这个向瑞云在上海 还有个妹妹 对 叫向瑞云 哦 你和他们家关系不错 是市交 哎呀 那这三姊妹都在新次军工作 这可以在我们报纸上 报道一下啊 对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原定是星期三 可是现在呢情况比较复杂 敌人在这一带活动比较频繁 我已经通知上海方面了 让他们推迟了 哦 对了 老马 最近呢 你抓紧时间排几个节目 主要是动员部队呢 渡江北上 建立抗人根据地 报告 进来 游长 董事长 董事长 你就出发了 嗯 好 我们马上到 是 上哪儿去啊 一条安 走 你去 那我就跟他们空口 研究一下 还有什么事要交代呢 还有什么事要交代呢 是我以前交代的事 完成了吗 什么事情啊 小刘啊 来 去备吧 是 你故意的是不是 你故意的 为了我甜甜 请给我说出来嘛 知道了 知道了 请你吃饭嘛 一定找饭 你知道你不抓紧办 这我跟你说 上级首长对我这个事情都很关心 你作为下级你都不抓紧 不是 这革命的队伍里 提上自由恋爱了 你自己一点都不勇敢 还要来为难我啊 我勇敢 我勇敢 你也得铺垫一下 铺垫 你得让他知道啊 你得不知道 我这端个瓷刀冲上去 我一定可以捅死呢 我捅死刚好啊 捅死在哪儿 你们俩合适吧 你们俩合适吧 老马 我们俩不合适啊 我就担心群众有议论 你这只要恋爱 他群众就会议论嘛 对不对 何况是个首长谈恋爱 对 但是 首长 虽然是个革命者 他也是人嘛 他也需要这个恋爱的嘛 我跟你说这次 我就带个头 我就要轰轰烈烈 我就高高兴兴 我就大大方方的我就 谈此恋爱 我看怎么了 来 后闲 这是简单的 我看一看 老男的激烹将建立朱续 请 司徒啊 司令 到 这个拉洋片写得不错 您排吧 好 团长 我们还缺一件服装 什么服装 就是剧中陈司令穿的那个 樊丽丁的军装 戴斗篷的那种 陈司令到江北去了 这我上哪戒去啊 申主任不是有一家吗 我见他穿过 对 谁演啊 起名 哦 可以 远川 林远 出列 中心中心 我们是天天心思群 司徒写的那个拉洋片啊 里面需要一件樊丽丁的军装 得跟申主任见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嗯 我 对 明天一早 申主任不是下一团去了 今天晚上就回来了 明天早上 他会到茅山附近去勘察行军路线 团长 还让你去吧 我去 我去 我去借不来 那我去就行了 这小姑娘 可以软磨硬泡 这我能行吗 明日 你害怕 陪你快去 你不许去 就她一个人去 明日 过来 给你交代几句话 创造 现在的和民心均 为了社会幸福 为了民族生存共骨 团结坚决的道争 团结坚决的道争 部长 我来我来 这什么呀 收账 这是一幅年画 那我看看 这长得有没有点像那个 刘儿啊 来 幸福一天了 回去了 吃 起床了 嗯 司徒 嗯 你陪我一块去吧 嗯 晚上掌握说 我让你一个人去吧 好吧 洗脸吧 师妹 喝点水 给我 首长 可以洗脸了 好 嗯 哎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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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临下丽瑟如风趣 瑞仙花容似梦来 报告 谁啊 战地服务团的李蕊 你等一下啊 首长等 好 是你啊 来 进来吧进来吧 这么早有什么事啊 马团长特意盯住我 要我早点来 说你要到茅山去 这个林瑞啊 文艺工作搞上去了 这很好 但是呢 军容军纪 也要讲 像平时这个经理啊 金门啊 报道啊 表声音洪亮 态度端正 大大方方的 冲来 报告 进来 收场走 收场走 好 你走 请进 这么早有什么事啊 马团长特意叮嘱我 要我早点来 说你要到茅山去 你们团长让你来的 是的 昨天晚上布置的任务 你们团长还布置什么任务没有 没别的 没有了 没有了 就没说什么别的 我们演出是要借你的服装用一下 就这个事啊 可以吗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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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哪件衣服 就你身上这一件 这件 你的这一件和一号手掌的一样 我们演员的身材也跟你差不多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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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这 里面这个要不要 不许 拿去吧 谢谢首长 首长再见 再见 小林 快给我拿点大衣来 好 小刘啊 我拿个毛巾来 好 怎么了什么 好 刚才可能有个事 我交代马清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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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你往这儿看 怎么样 看见了吗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你看到什么了 我看见一个 茶缸底子 这来捣乱来了 我们这可演节目呢 他这表演节目呢 那我问问 您这节目叫什么名字呢 我告诉你 我们这个节目就叫 拉洋片 好 这就是拉洋片呀 那我再问问您 您这题目它叫什么呀 我们的题目就是 司令上前线 小辫子 都看见什么了呀 我看到陈司令了 陈司令了 同志们好 你们 人不能在工作啊 我怎么在工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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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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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新四军啊 在叶挺军长的亲自指挥下 与日军进行了多次的激战 保卫了云陵 取得最后的胜面 苏北地域辽阔 人口众多 地处京户徐磅之侧北 人口两千多万 盛产棉粮油等战略物资 既是控制日军沿江进出的重要通道 又是连接山东八路军的重要地区 长期盘踞在苏北的寒泰琴部 是我们的主要敌人 但是由于它呢 长期以来不打日本鬼子 专门欺压老百姓 这反而给我们挺进苏北 带来了好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所以 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开辟苏北 是解决华中地区重要战略决定的 同志们啊 不能老这么死寂 我说的时候要领会我的精神 回去跟部队战士们说 我们没有退路 只有挺进苏北这一条路 好 三看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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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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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快收了 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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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了啊 凌队 凌队 出来 干嘛 衣服给你 你演得太好了我都笑坏了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听说杜甫团长都表扬你了 真的 真的 他说什么 他说 你笑什么 他说什么 他说 他妈的乱改 瞎说 从他嘴里能说出他妈的 真的 真的 他已经被你带坏了 我要秘密告诉你 什么秘密啊 怎么了 翻了 什么秘什么呀 这大概是沈主任 忘在口袋里的稿子吧 看过了吧 我怎么会看过呢 主任的口袋 我怎么能随便乱逃 写给你的 写给你的 写给我的 怎么会呢 林下丽色如风去 瑞仙花容似梦来 林瑞 你别告诉我你真不知道 这是好事的啊 启明 你别瞎说 放心 今儿把我架老虎蹬上 我也不说 怎么谢谢我呀 您让我怎么谢你啊 今天晚上吃狮子头 分我半口 我一个都给你 说话算话啊 司徒 过来 司徒 你怎么 你怎么了 没怎么 跟着我干嘛 你生谁的气啊 生你的气呗 为什么呀 你现在了不起了 跟首长谈恋爱了 将来就是首长夫人了 我谈不谈恋爱你还不清楚啊 我天天跟你在一起 就是因为我天天跟你在一起 就是因为我天天跟你在一起 我还被蒙在鼓里 什么花容 什么月色 我成什么了 我简直就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傻瓜 你 你 林队 我的狮子头呢 我的狮子头 哎呀 哎呀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回事 这好好的饭菜怎么都扣了 你们这都什么作风啊 是我的错 我的错 我接受批评的 我告诉你们啊 责任要分清 到底谁扣的 我不都说了吗 是我的错 我管他要狮子头 就弄地上了 这都是人命的粮食 我负责把他吃了 还不行吗 大娘 谁是你大娘 别嬉皮笑脸的 又不是在演戏 说干净啊 是你出卖我的 谁让你告诉我了 哎 你这叫不负责任 极度的不负责任 事情的经过 大概就是这样 司徒是说 他没见过那张纸条 就让启明说 启明是死也不说 可是那张纸条呢 现在就又在林蕊手里 我就有点搞不清 这人都是真的还是假的 而且我也不能跟林蕊说 你把纸条交出来给 是吧 嗯 这事让我来处理吧 你别管了 一共不就是我们五个人知道这事吗 别让他扩大就行了 行 我明白了 团长 团长 我还是想问问你 嗯 首长也想谈恋爱 哎 田银同志 你这都是结过婚的人 怎么还问我这什么问题 团长 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呢 秦明同志啊 你是织伪啊 可是你的自由主义表现不是在一个方面 司徒写的剧本你上了台就乱发挥 谁同意你那么胡说八道的 广大执政员不挺喜欢的嘛 他们喜欢你就可以乱说啊 就可以拍在肚子说那是一肚子战略战术 陈思琳的战略战术就是像你这样拍肚子拍出来的 乱弹琴 是 我是不对 我拍肚子还拍不出来那张纸条呢 对 再说这张纸条 这是首长的私物 是他不小心遗忘在口袋里的 任何一个普通的有道德的人 也不应该像个长舌妇一样 到处乱嚼舌头跟子吧 我拢过 我拢过什么呀 还嫌少啊 你想没想过 这件事情在群众当中传开了那是什么样的影响 身副主任那么好的首长 你忍心去让群众乱议论吗 这种事情 那年轻人的队伍里 那是最最敏感的 你说你当时那是什么秦轩 小市民嘛 那像个艺术家 像个革命同志 像个共产党员 支部委员 是啊 我错了 我检讨 不要你检讨 但是我在这里要宣布一条纪律 这事除了咱们几个之外 如果再有第三个人知道 我就围你们两个试问 马团长 杜伍团长也知道啊 他是不会说的 他的党性原则任何人都可以放心 请 林下地者无风群 为仙花容似梦来 是 平泽 泽泽 平平泽 泽平平平 泽泽平 家居 这申主任 诗词功底不浅哪 马团长 我是相信 不瞒你说小林 首长早就有这个意思了 我是一直考虑到各方面的原因 所以没跟你说 今天呢 既然有这个偶然的机会 咱们把这窗户纸给捅破了 我觉得挺好的 上一次 军委所长 到云林来的时候 他就有说到过 关于革命队伍内部有婚姻问题 提出了二五八团的政策 首长早就过这杠杠了 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 我 我 不同意啊 不是 那就好好再想想呗 反正呢 你是要我当这个红娘也好 那不想要我这个红娘也行 你说呢 那你让我再想想吧 别想了睡不着觉就行了 满滩奖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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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